1966年,英国摇滚乐最伟大的时代,BBC广播电台每天却只播放45分钟流行音乐,环球无法满足人们对于摇滚音乐的渴求。 神们开始收听来自海上的非法摇滚乐台,以逍遥度日。 刚被退学的卡尔刚登上了其中的一个摇滚电台,船长昆廷和他的母亲相识多年,也算有个照应。 电台DJ各有特色,使得电台深受人们欢迎,他们工作时随心所欲,常常口吐芬芳,口不择言。 而爱上的英国政客却恨透了这群已经盼道的家伙,认为听摇滚乐的人是这个伟大的国家里染上毒瘾的犯罪者。 在政客们的眼里,摇滚电台就像是肮脏的水沟,扎带着不负责任的商业行为,还有不道德。 尽管他们现在未触犯任何法律,但很快就会了。 当政客们不喜欢一样东西时,只需创造新法律就能另行禁止。 回顾多久,昆廷无奈宣布政府对电台的广告施加了压力, 电台的收入因此在过去几个星期大幅度下滑。 不过,好消息是,流行音乐广播界最有名的人盖文要从美国归来加入他们的电台, 国外的赞助商会随之而来。 一段时间以后,200名比赛获胜的听众登船开派对, 其中有政客安撤的间谍准备到引擎舱打探情况。 尽管被昆廷及时发现并驱赶,政客依然得到了想要的情报。 船只动力不足,即便逃跑也走不了多远。 他们还准备愚弄群众,投票通过法律打压摇滚电台。 与此同时,船上刚因为一位DJ宣布要结婚而炸开了光。 结婚可是一件大事,更重要的是婚前的单身派对。 一行人回到船上,在城市各大街道奔走庆祝, 想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这件大喜事。 新娘乘着小船从岸上慢慢地靠近, 婚礼通过电台向全国各地直播。 当新人互相交换戒指,正在收听的人们也同样感到高兴。 倒荒唐的是,其实新娘只是因为想要跟船上那位流行音乐广播界最有名的人盖文发声关系。 而盖文提出的条件是,他随便找一位DJ结婚, 了解完前因后果的DJ完全不能接受。 更何况自己的新娘要搬到其他男人的房间里同居。 最终,他们这对才刚结婚17个小时的夫妻离婚了。 对外宣众的原因是,音乐品味不同, 而地球上从此多了一个伤心的人。 同时,带着一身风头的海龟盖文也成了众人之敌。 第一DJ还与他来了一场爬船上的围杆, 然后跳入水中的决斗。 结果最后却输得很惨, 全身多数受伤骨折, 彻底失去了网易里的神器。 船上的一切都很好, 岸上的民众也没有把票投给政客制造的法律。 或许政府要关闭摇滚电台的计划要彻底失败了, 但政客们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决心要在暗地里捣毁他们。 政客绕开全民公投, 在一张会议桌上通过了禁止摇滚电台的法案。 从此以后, 所有从事非法电台的人员都将违法。 那一天来临了, 午夜之后, 这个摇滚电台就是一艘漂流在又冷又黑的海上, 失去希望的幽灵船。 但这些DJ都没有胆谢, 摇滚乐曾陪伴他们度过了太多悲伤或欢乐的时光, 他们甚至便因为音乐而死, 更不必说什么法律的制裁。 所有人郑重地向昆汀敬了一个礼, 即使逃亡也要播送摇滚乐的日子到来了, 生命不止摇滚怎么会停息? 全英国的年轻人依旧沉浸在摇滚的氛围里, 而政客带着水井船队要将他们抓捕, 不过电台的人早已开着船全速飞奔离开。 然而船只果然动力不足, 中途造成了引擎爆炸, 船的侧身破了一个大洞, 而且救生船无法使用, 他们将溺死在冰冷的北海海水之中。 岸上的人听闻消息都在为地震们的生命安全担忧, 轮船随时有可能沉没, 他们在发表各自的遗言, 还有电台的那一份, 时光会匆匆流逝, 政客会用尽手段让世界更好, 而世上的青年男女会继续做梦, 把梦编织成歌曲。 今夜重要的东西不会死, 死的只是一群丑男人和一艘破船。 临近天明的时候, 无数的渔船向他们靠近, 岸上的人们没有忘记他们, 听到了他们的求救信号, 水井船也准时到达, 展开救援。 各位DJ纷纷跳船, 游入四周环绕的小渔船, 响着流手播音室与电台共存亡的第一DJ引发出水面, 他高喊着摇滚万岁, 沙石坚一呼百应, 摇滚万岁响彻整片海面。 海上摇滚电台的时代终将结束, 但伟大的梦想永不灭亡。 在过去四十多年间, 有数以百计的摇滚和流行电台终于播放, 各种流派精趣层出不穷, 这是一个无比辉煌的摇滚时代。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你的点赞和留言就是对喵妹的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